我經常說 其實念力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一天 超廉說 如果我們一起可以拍廣告 拍一下東西 也挺好玩 隔了大概 其實可能兩個月 兩個月 兩三個月 就真的拍了 然後她一次就說 究竟演戲是怎樣的呢 我應該試一下演戲 然後我應該試一下 然後我在車裡 看劇本的時候 為什麼廣告有對話 然後我說 你可以演戲了 你的第一次演戲就不一樣 不 因為你還說要歸密式去演戲 怎樣學一下 怎樣帶入一個角色 然後就真的拍這個廣告 很可愛 其實我預計我們這次拍廣告是會很少的 其實是的 我們今天最累就是笑 其實真的很累 因為我們首先是拍影片的廣告 再拍硬照 你本身知道硬照也是很硬的 哈哈哈哈 其實去到晚上這裡真的很累 因為今天不是為了廣告而笑 就是我們自己平時都很好笑 差不多每一幕都最後的結束就是笑的來演戲 也是笑的 我們是成為了一個賭博的遊戲 每NG一條是多少錢 隨心 因為她是NG多過 因為她什麼都容易笑 她是笑點很低的 我開始以為 輕敵 輕敵 我以為她會輸得多過我 但最後是我輸得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隨心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我要拉她起來 那是賴床 其實大家 很符合 大家都在演戲而已 誰知道超年是完全一點力都不用 好重啊 不是我太投入了 你卻認識我 你太投入了 對 可能她忘記了我不是一個男人 其實我是不會夠力 她整身的 哈哈 所以我覺得是 你好適合演戲 很投入 我未知之前覺得是女神 認識自己 認識女神 我很真實 這個答案 實在是沒有包袱 我覺得這樣才好 這樣才真實 才可以用朋友 哦 我認識她之前 當然一定是覺得她漂亮 還有能幹 但是認識了之後 因為大家真的會深入聊天 然後覺得她其實是很有抱負 就是她會有很多自己的夢想 然後她會覺得 突然之間很認真 就算她是誰都好 或者是女生 男生都好 尤其是是女生 我們更加要堅持 跟著要有自己的夢想 要努力做事 那之後呢 我是 加了很多份 本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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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很多份 對 因為其實她放很多時間去 可能大家不知道 有讀書 又 又 Smile with us Smile with us 做慈善事 又開牛肉麵 然後有一天 她會跟我說 其實有很多人問她為何要這麼辛苦 但是 她跟我一樣 整天都問我 為何要這麼辛苦 然後 我真的會特別欣賞 女士 女人或者女生 是很喜歡 很喜歡做事 都很喜歡靠自己 嗯 靠自己很興奮